南区有非常漂亮的红金海华 是民众教理 修行生子的和企势 为了要看点南区观光 是府港部局设计海岸人带港湖 而且配合红金海华方作的营养 目前已经开放北边港湖 已经停车到 另外北边港湖的港庭 目前已经完成八仙 有个三月会当完港 每年是南区红金海华 争恶经过真修派化的港庭 过年后红金海华的争恶 开市市营养加上旧边的海华 都担担北边的港湖 以及完成开放 海华均是非常未来 台南市议院立委员表示 红金海华将会是 旧邮观光发展的称烈 有个可以带来大量的观光 有限 几十年来 黄金海岸跟床屋 逐渐的一个没落 后来我们在议会的部分 特别感谢当时候的赖清德市长 在违影的要求下 争取了将近三千万的船屋整建的工程 来符合法令取得始造 后来黄伟哲市长又接续努力 把我们船屋前面的海岸景观工程 来做一个整体的换栏一新的一个部分 台南市议院立委员这出 共六十二以及共六十五 工程面积为五点五百公金 港庭总经费大学九千万 配合到我们专屋外华完成的 黄金海华方舟应温基点 凤枯来十天 目前北边的工程 以及天车都已经完成 变成是起因不着面称的这条 这个海岸线它本身就是相当漂亮 特别是我们看到我们的船屋 幻蓝一新之后 我们的黄金海岸的沙滩也 这个富裕有成景观也做改善 其实如果我们在船屋这边 这个喝咖啡 或者说在这个我们的沙滩上 来走走看看 其实我们都可以发现说 这个真的是一个可以对着沙滩说亲事 对着海浪唱情歌的一个好的地方 另外目前第六号唱歌 正在进行雍滩探山座楼 黄金海华未来将驾向国座 并且发展到地方的经济 记者陈家森 南枯 蔡凤博德